慈濟科技大學人文市主任謝麗華 今年率領六名慈濟科技大學學生 組成了人文國際交流參訪團 再度到德國漢堡參訪 德國漢堡慈濟志工安排訪團 到布克斯特胡德附近的養老中心 訪問了當地長者 那麼學生們透過了音樂 進行了文化交流 這趟難得的海外體驗 大大拓展了國際視野 當電梯打開 博恩斯老太太一見到慈濟志工 她立刻展開笑顏 開心慈濟志工 沒有忘記今年會再度來訪的承諾 由慈濟科技大學人文市主任謝麗華 及六名慈濟科技大學學生 組成的人文國際交流參訪團 在德國漢堡慈濟志工狂暴臉的安排下 來到鄰近布克斯特胡德的一所養老院 進行拜訪 同樣期待的還有這一位老太太 她特別拿出去年的照片 也希望能和今年的親善大使合照 並期盼明年夏天參訪團能再度來訪 雖然只是一張小小的照片 無形中卻給了老人們對生命的寄託 活動一開始慈濟科技大學人文市主任謝麗華 表演吹奏口琴 老人們聽著一首首耳熟能詳的德國民謠 都開心地跟著哼唱 學生們也在一旁首舞主導 炒熱現場氣氛 接著是拍打氣球的遊戲 透過音樂與團康瞬間拉近彼此的距離 大夥也玩得不一樂乎 很快就跨越了語言繁離 過程中學生們用親切的笑容和行動 讓這些身居在養老院的長輩們 感受到許久未有的溫情 跟這些老人互動之後 我卻知道說 雖然我們來到的是德國 語言不通 但是老人家們看到我們很親切 我們對他笑 他也跟著我們笑 即使我們的語言不通 但是我們可以用我們肢體語言 眼神以及笑容 然後讓他們跟我們有一點回應 然後就會 就比較不會有一些 就是語言上的隔閡這樣子 其實來到這裡之後 我覺得就是像老師講一樣 你只要記得關鍵點 就是我們想要讓爺爺奶奶開心 然後這樣的話 就是我們用我們真誠心去跟他們 就是溝通交流 其實那些語言的隔閡啊什麼的 都不是最重要的 爺爺奶奶在這兩個小時裡面 其實也就是給了我們很多東西 然後讓我們就是 就是讓我們心靈也很富足 不是只有我們就是可能要給奶奶開心啊什麼的 就是很感謝有這個機會 參訪團這次帶來許多結緣品 讓老人們十分驚喜 活動接近尾聲時 布克斯特胡德養老院中心的成員們 也都紛紛表達對慈激科技大學的感謝 我非常感興趣 我非常有趣 很興趣 那些人的風景 是很聰明 他們都很安慶忍 他們非常有趣 他們也很想有關 他們也很感興奮 他們都享受了 這個奧美感 老人們的禦略 對常常 他們也很開心 也真的很也很高興 好 謝謝 好 請 德國慈濟志工全程協助翻譯 或是以簡短的德語教學 讓學生們能與長輩們進行簡單溝通 縱使過程中比手畫腳 也絲毫不見老人們對這次活動的滿意度 最後大家依依不捨地擁抱 充滿感性的道別 也期待下次再相見 台灣偡觀電視簡訓方 德國漢堡採訪報導